哈喽,大家好! 老师外出的时候啊,都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习惯 就是啊,每到一个地方啊,就要去宗教圣地走一走 那这两天老师既然在西子湖啊,所以这老师就跑来了什么? 跑来了飞来风,也就是灵影寺的地方 给大家走一走 好啦,现在我们到灵影寺啦 本来要搭缆车上北高峰,从上面走下来的 因为老师这个身材啊,不适合爬山 就发现了,他的缆车坏掉了,在维修,对不对? 12月4号开始维修 说你哪个朋友要来杭州,来去参拜北高峰的临顺势之类的 你要想清楚啊,现在没有缆车啦 你得自己爬上去啊 老师觉得,看到山啊,我们就要去宫顶 那是以前,现在老师决定,我们就走平地进去吧 好吧,我们到灵影寺院走走 这边叫做理工之塔 理工之塔,这是明代啊,如果你要练理工科的人啊 你就来这边,要去祭拜这个塔 老师胡说八道的,都不是真的 理工之塔,他这个意思啊,就是说 他摄灵医师的开山祖师啊 他在这边原集的,就这边是他的纪念塔 大家说啊,救人一命啊,身上七级浮屠啊 这个七级浮屠大概就是指这个,你有七级的塔而已 好吗?这个理工之塔是纪念碑啊 不要说说,要念理工来这边拜哈,那不对啦 老师胡说八道的,开个玩笑 接下来我们到了供奉这个,我们寄工禅师的寄工殿 那我们继续看看,它长什么样子吧 寄工殿啊,里面放的就是 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之前老师来的时候好像只有图换 现在有了金身啊,这也不容易 好,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灵影射内部啊 就是说,我们刚刚供奉这个寄工禅师的一个法相 其实老师在这个YouTube的YT上面啊 油管上面啊,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关于寄工禅师的一个专题 那个时候好像也是老师来这边参拜之后啊 然后在那边做了一个视频 但是老师这边跟各位说一下啊 其实我们在对金公禅师的了解啊 其实都是很不够的 为什么说不够呢? 因为我们对它的认识啊,仅止于在影视小说里面 在影视小说里面它是不是都真的? 老师必须跟各位讲,大部分都不是真的 大部分都不是真的哦 为什么?因为它是由其他的一些高僧的一些言行啊 还有一些传奇事迹啊 那因为富有特色 所以是说我们就把它集合在一起 那就成为了金公禅师的它的一个小说上的一个演绎 但实际上啊,金公禅师最后并不是在这个林影师在原集的 为什么呢?因为林影师容不下他 这个老师在其他的那个视频里面我们讲过了这个申品啊 因为最后啊,因为这个寺庙里面的战志因素啊 所以说啊,金公禅师就在原住持他原集之后啊 那自己也被这所林影师所不容 然后他就到其他地方去录丹,然后他挂丹 然后在那边原集 那但是呢,名气很大 所以说到最后林影师还是把金公禅师迎回来 变成这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景点 那我们从这个小说跟影师里面 因为我们所认识的金公禅师竟然不是真的 那金公禅师他到底要跟我们表达的是什么呢? 其实啊,金公他竟然称为禅师啊 我们知道他会吃喝酒,他会吃肉 他会有很多很多的看起来在世人上面是离经叛道的一个做法 但是呢,各位要记得两个字 在这个金公禅师他表达的一个心态里面啊 他其实就是两个字,叫什么?叫不拘 你不要被一些特别的东西所拘束 当然,我知道有一些学佛的前辈一定会说 你要以戒为师,这老师绝对同意 绝对同意 我们只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啊,来看这个世间 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在做人处事的时候啊 首先你要能够不拘,不拘是什么? 你不要被一些特别的东西去限制 你想做的事情,或是你认为对的事情 各位,你在懂老师的意思吗? 说不拘这两个字啊,其实就是金公禅师他 一直在他言行里面,想跟他去表达的 比如说喝酒吃肉这回事吧 到底为什么不能喝酒吃肉? 各位你知道这个为什么不能喝酒吃肉吗? 老师在另外一部节目有讲过啊 佛教僧人之所以不能够喝酒吃肉 就主要是因为梁武帝他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规范 这并不是世尊所规范出来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规范呢? 因为梁武帝个人认为,你既然是慈悲 你就不能杀身,对不对? 那在世尊那个时代啊 基本上是信众你不吃什么 那我们的出家众他就吃什么 没有所谓是说你只能够怎么样? 你只能够吃素 没有,就只有三斤肉 对不对? 就是我们随于而安 你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 没有特别 说第一个不拘 不拘就是说我只要像儒家所讲的 随心所欲而不欲举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不拘 说禅一个字啊 他为什么他们的禅宗 他们在传递这个佛法的时候啊 是比较特别的 什么特别法? 他们是用什么? 口传心受 没有文字 不见诸文字 那个是一个禅宗的一个特色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了文字之后 你就容易被拘束 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学习这些经典 不要去学习这些道理是要的 但是啊 学习总是会有一个阶段 会有一个模式 就像啊 我们在学校学了很多专业 从小学啊 国中啊 高中啊 大学啊 我们学习很多知识 但是其实我们进次会都知道了 基本上 你课本所教的 跟你食物上的 是不是有差距 食物上的 要的就是什么? 变化 那就是要有一些变化 无论你是去当医生 或是当理工科的 或是当文学的创作 基本上你不会只用八股文 对不对? 你也不会只用加点乘除 你是必须使用的是说 你的一些弹性 还有一些现场的状况 说这个也就所谓的不拘 当你不拘的时候 你的灵活度就高了 学什么都一样 包含的是说 有些人已经跟老师 开始学习我们的课程 那你首先能够学习之后 到一定境界了之后 老师会告诉你 之前所教的 你不要太去记得它 为什么? 因为人家开始学得不拘 不拘 口齿不清新 学习的不拘 那之后呢 你才能学学越来越好 这样各位 能够理解老师意识 还有基工产生 是在千百年前 就跟我们要表达的事情吗? 各位有没有看老师身后那个 两个殿塔 哦 上面好像有一座庙 老师就为了各位 我们爬上去 加油 那句话 老师爬上来了 俗话说得好 路遥知玛丽 下一句是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你猜错了 路遥知玛丽的下一句是 走久脚抽筋 好吧 好 走 大家看 现在三轮迭代 不要看这个很殊胜 老师就从平地爬上来的 然后老师爬来这边来 是我们的这个 飞来风景区里面的韬光寺 就是我们说的韬光养晦的韬光寺 那老师所爬上来勒 就是唐代高僧大师所建造的 那这边呢这一店啊是我们的 在台湾啊我们在紫南宫 敬奉的那个纯阳祖师啊 也就是我们的吕东斌 吕东斌纯阳祖师啊 是这边供奉的 那为什么 老师在这边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这后面看起来黑黑的 就是我们这个纯阳祖师 吕东斌啊以前炼丹的地方 所以说道士啊 很多人把他灌到这个 很玄玄玄玄的份上 但其实啊 道士啊 是我们中华文化里面 可以说是最早期之一的理工科 就是呢在做实验 所以说我们有炼丹啊 这等等的地方在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吕东斌祖师啊 他在这边这边 之前前一几天老师来的时候啊 在那边还可以看到里面有东西 那现在呢 里面就只有放个供台 但是它里面啊 其实是一个 一个斧啊 他就是说 我们在练担用的那个大斧 大铁锅啦 这样讲的有没有清楚一点 老师今天啊 大家这个 飞来风啊 那老师先说一下 老师不是旅游的主播 呵呵 所以说我没办法给你介绍的景点 啊 老师给各位看啊 我们的一个灵影室 还有我们这个陶光室啊 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在节目中有提到啊 这个灵影室的我们的激光禅师啊 他讲的是什么 不拘 我们在一定的境界之后啊 我们就要随心所欲 而且要能不预举 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发挥我们的创意 哈 跟时代于是激进 所以说为什么 这个之前我们在佛教里面听过啊 佛灭度后啊 那将会有魔来乱 为什么 因为就是你心如果不能有办法持下去 那么你就有很多很多的理由来解释 来合法跟合理性你的自己的想法的一些正当性 啊 所以说呢 这个基庸禅师啊 他就跟跟甲不拘 我们随着时代我们做改变 我们不要跟时代去对抗 现在是怎么样状况 那我们就因在现在的法 而为我们的佛法 所以是说啊 在金刚经里没有说到 佛说一切法即是佛法 所以说任何一切法 所说任何一切事情它都是法 那任何一切法就包含了世间法 行为法 还有我们的生活法 这就是法 那为什么我们要来这个陶光寺呢 那陶光寺就是我们的刚刚讲过了哈 我们的纯阳祖师吕洞宾 也说巴仙过海各显神通 那吕洞宾里面扮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 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呢 其实这个就比较清楚了 就是什么 不贪 这个他的师傅好像铁怪铁吧 这老朱对方有点忘记了 听乖你在跟李东斌啊 在说 诶我可以教你一个法术 什么法术呢 就把你让你把石头变黄金 你石头变黄金是不是很棒 那石头变黄金呢 它有个限制 哦 百年以后才会变回石头 那百年以后啊 百年以后跟我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我现在有黄金 是不是 我发了之后 再把那些旧的黄金拿回来不就好了吗 诶 就讲的 好像也对 但是呢 这是我们凡人的想法 但是我们的李东斌 全家祖师吕洞宾 为什么呢 因为一百年后或两百年后啊 有人拿到这个黄金变成石头的时候 它的损失该有多大 它该有多大的痛斥心肺啊 所以说点石成金这个东西啊 对农民祖师来讲 这个就不重要 哦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典故呢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炼丹炉就知道了 因为李东斌的程康祖师啊 是我们中国啊 很早以前的理工男 就是他专门搞化学的你知道吗 搞那个物理化学的 说他有炼丹炉 啊这也在这边炼丹 所以说啊 其实很多事情啊 我们时事求是 我们按照现有的环境跟模式 我们做出该有的弹性 我们以前在什么呢 在经文中啊 比如说《十可法》里面就有念过 唯一言长三舌 唯积四中写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就想到一件事啊 这个东西就变成什么了 很有趣的 哦 就举个例子来行啦 什么叫时事变化 然后比如是说 我们知道岳飞 岳舞慕王 对不对 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 他的阵弦去破了那个金人的拐子码 但是呢 呵呵 但是他的子孙啊 他的子孙啊 哦 一样也姓岳 岳中旗 他在雍正时期啊 就拜了什么 拜了一个大将军 哦 拜大将军 去什么 去为金人去守边境 金人就是后来的满人嘛 对不对 所以他懂得禅性 哎 虽然他的祖先是专门打金人的 也是打了后来都满人的 但是他现在可以为金人去守国门 也是守了百姓的一方平安 所以很多事情啊 我们第一个不贪 第二个不居 那很多事情我们就更加的自由 我们不自由是为什么 因为我想要更多 我想要更多的时候 我就得付出更多 但是我不想付出更多 那我就得伤害别人 我才拿到更多 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就是起自于一个贪 很多很多的痛苦啊 就只是起自于一个居 为什么 这个人对我不好 我一定要报仇 这是不是 你被你自己的愤怒所拘了 对不对 哎我这个我没有这个地位 哎我谁谁谁看不起我 那你就拘于什么 拘于这个财富 财富不是应该使人快乐的吗 财富不是应该让我们觉得生活越过越好 我们可以觉得很幸福感吗 但通常你钱越来越多 你通常不见得会越来越快乐 而到有钱的一定的地步 就开始烦恼 我的钱要我哪里放 比如说最近那个国际的金融变化 对不对 世界有钱人呢 把钱从美国移到了瑞士 从瑞士又发生了有问题 然后再把他移到了什么 移到香港 香港发现 哎有点疑虑 又移到了新加坡 哎新加坡一下 会不会有男孩准车的问题 哎很多问题就开始 有钱的开始烦恼 为什么 怕失去 嗯 对不对 你想要的得不到 拥有的要失去 那么你就必然会痛苦 任何事都一样 无论是金钱 无论是人 任何事情都是一样 世间的痛苦 盖莫能外 您说是吗 好 现在老师要下山了 希望不用滚的下山 呵呵 老师已经下山了 为什么老师可以顺利下山呢 哎 难道我练过什么功夫 都还跟你们说吗 可以 auditor干净吗 添费